深夜,玉池西睡得正熟,忽然感觉到有人在看自己,她睁开眼睛,对上的就是那无尘大师的脸。 无草! 玉池西吓得一个机灵爆出了国粹,一出口却发现…… 啊,我能说话了? 频道略失小计,持续的时间并不长。 你找我有事? 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 所以呢,你难不成要将我当成妖怪,烧死啊? 严重了,频道像是那样的人吗?频道只是想与阁下交谈一耳。 你想和我交谈什么? 在这之前,频道想询问几个问题。 可以,你问吧。 玉池西知道自己的亲娘对她特别信任,而且似乎对她有些尊敬,这河上瞧着也一副道横不浅的样子。 敢问阁下,自何处而来? 无尘大师能知道她是一姐之人,靠的也是观星象,推演之术。 若是真的问她,她是从哪里来的,她其实也是不清楚的。 我的那个时代,与现在完全不是一个时代,我是从几千年后来的。 也不能这么说吧,或许我以前所在的世界,与你们现在的世界是个平行世界。 你来此,可有什么使命?有什么视频道能够帮得上你的? 你可能是误会了什么,我没什么使命。 她就是飞升失败了,然后莫名其妙地穿梳了。 无尘大师却不这样认为,她相信自己观测星象得出的结论,过而她以为她只是不想说,亦或者是不能说。 无尘大师神秘一笑,给了她一个我懂得的表情。 玉池西无语。 等等,你懂什么了?你真懂了吗? 还有一个问题,阁下是知晓未来吗? 算是吧。 频道看阁下亘古齐家,阁下以前可是玄学人师。 玉池西点头。 我飞升失败都被雷炸成灰了,这你都能看出来? 啊,略懂一二。 她以前最开始就是跟着师父一起算命的,后来随着师父一起抓鬼,再后来师父带她一起修仙。 那个时候师父还特别忠耳地说,咱们顶峰相见。 当时的师父指着的是天上,哼,现在可好了,真的是顶峰相见了,他们是真的飞升了,他是嘎了,也是另外一种形式上的上天了。